有的人遇到了另外一种情况呢 这就是一些手动挡的车 打到一二三挡的时候呢 是干脆没有暖风的 打到第四挡的时候 突然出现暖风了 这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风机有调出器 这个调出器烧了之后呢 就会这种情况 这个调出器烧是什么原因呢 一是它有本身老化的原因 还有一种原因呢 就是我们这个风机 使用时间长了之后啊 它这个这个招窗会有磨损变大 这个间隙变大 间隙变大之后呢 就导致它这磁吸就不均匀了 不均匀它这个电流就是 大量的上升 它的线路啊保险师啊 包括调出器都可能会烧 这是很危险的 就容易产生火灾 必须得检查风机和调出器 都得检查 如果风机的电流大 必须得同时换 要不然你换完了 调出器还会烧